今天早上我了解了很多的市民都提早出门上班 我是感謝他們 我们特别是关心的就是现在一连串这个不合作运动和罢工的行动 对于公共服务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最新评估已经是全面我们启动了有关的部门协调的机制 监察机制 运输署的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是最高的工作状况 是一遇到有些特殊事故尽快协调 确保对我们的港大市民的影响减得最低 就今早早对大家关注的就是 港田多条路线已经停顿了 也都有些示威者是纯粹不合作运动 是霸占了有些利铁站的 目的是瘫痪整个港田的运作 我们对这些行动是深表遗憾 也都大家都知道构成很大很大上班的生活的市民的不变 由于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些雇员 由于交通的阻制等等 未能够预期上班 或者今天要迟些才上班的话 我呼吁港大雇主 应该是要体谅 是弹性处理 包容的体度 是这个大家在困难环境的时候希望明白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都知道 是有些社福界的同工 也都部分是有可能参与罢工 但是我们了解 就是紧急服务到现时为止 暂时没有受影响 但是非根据服务如果有些受众 如果有困难的话 是可以致电 社会福利处线电话 2343-2255求助的 医疗方面 最新的情况就显示 暂时那些主要服务 并未受到一个大的影响 作为公务员的体系来说 我觉得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时间 全体公务员我们更加要团结 紧守岗位 是发挥我们服务市民的精神 是得齊面对现在的困难